这个导演也提醒了 又婷不要太靠近我们 我觉得有个女嘉宾 我们有犀利 每次他都要提醒我 往这边坐一坐 我没觉得我很靠近你 后来他说呢 也可能是又婷在靠近你 我觉得你太靠近他 我一集观察 很不爽 咱们俩大腿都已经贴在一起了 我来靠近他 这边是两岸 因为我刚说嘛 在微博 还有人觉得很不爽 我们要还我们公道 你问一下又婷 到底你觉得怎么样 微博有人这样留言吗 说什么 很不爽 整天都文韬跟马家辉 经常在节目调戏又婷 所以说主人换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跟大家聊天很开心 有所成长 我跟你说 我觉得人家又婷 实际上是内心很强势的 但是表面上 仍然是让男人觉得 你可以调戏他 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你拿捏的 特别绝 很绝 其实他每次我经常发现 第一个他心里很强 其实他很想调戏我们 当然压抑住 压住 然后第二 我们不是我们 他在调戏你的时候 他又停下来冷眼看着 心里就想得了吧 你得了吧老招数 这样子 就这说明啊 这个女的即便想调戏也不行 他这个荷尔蒙水平啊 还是盯不过男人的那种狂暴 我发现很多时候 这女人说男人幼稚啊 女人就会说男人就是荷尔蒙的动物 是吗 包括有些女性啊 看到有些男人写的小说啊 他就会觉得 就是你写这么多的生殖器官啊 我看到的只是男性荷尔蒙 但是男作家觉得还没写够 这个为什么经常是这样啊 是吧 那在过节的时候 是不是女性荷尔蒙要变强一点 才有办法吸引男性 女人是好像还不大受荷尔蒙的影响 更多的是理性对吗 到最后 我觉得越老这个脑子控制的 比心理控制的多 对吧 就是脑脑子控制我的行为 多过于我的心里面 我记得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 说是这个男人呢 是用理智 用理智去思考 用感情去行动 女人正相反 用感情来思考 但是行动的时候 女人很现实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尤其现在这个年龄大了 很多事情要三思后行 那现在已经在食思吧 就想食到才做一件事情 你有大了的压力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 没有我刚说文涛已经很保留了 他说男人 有人这样说是 男人用理性来什么 思考 感情用事 感情行动 对 其实这句话 还有最后一句嘛 用肉体来 决定一切 用身体的需要来决定一切 而且身体的时候 不仅是全身嘛 是说身体的某个 每个部分 白天 白天上半身值班 晚上下半身值班 但是到春节 但是到春节怎么值班 有个问题 咱们让又婷看看照片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个年年我们这都有 这哥们在这干什么呢 他不是找工作呢 你仔细看那个字啊 他是要租个女友啊 回家过年 同样这个要求也在女方发出 我们再看下一张 要是他不用租 但我觉得这是虚假广告吧 求租男友回家过年 他亲戚朋友往往会问他们 你家里有个小孩啊 你女儿今年结婚了吧 今年又会带男朋友回来了吧 他爸妈也要对外面来交代 他有旁边三姑六婆嘛 可能你妈妈从早到晚 在外面买菜打麻张 人家会问 然后他总要有一个交代 那另外呢 倒过来我觉得我是爸妈嘛 你们小孩啊 我要替爸妈说点话是说 不是没有其他话题啊 爸妈想问你工作的时候 你要说哎别管啊 反正就这样 难道你会跟你妈妈 可能你会比较亲密啊 很小小孩会跟爸妈很详细 谈自己office的话题嘛 也谈不明白啊 他哪懂啊 生活隔得太大 不会那是因为你太久不讲 我几乎两天就打给我妈一次 所以我已经把我们家 就是我妈连今天我不打电 为什么我妈都知道 所以你看 我妈今天早上一通电话来说 朱鑫 昨天晚上晚晚了是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看到你 skype没有登录 他说 他说我知道你平常如果呢 就下班就回家的话呢 你肯定在十一二点的时候 你就还在线上 因为我又是个晚睡的小孩 所以他大概可以在 他要睡觉前 他就会偷偷看说 哦 朱鑫在家里了 你看 他妈跟他有别的话题 夜生活的话题 对 他妈就不逼婚 对 所以我妈就不逼婚 就是我反而比他急 那台湾女人我觉得比较特别 你让我想到李敖 我的偶像李敖 最近他有讨论一个话题 他在一个电视节目 讨论陈水扁 出来哭着去 拜他祭的岳母 李敖 蛮久寄爹 他还寄岳母 那李敖要判断是假的 他说一个人啊 不会对岳母这么好的 然后呢 那李敖举他自己为例 他就打出胡音梦的照片 对 他打出胡音梦的照片 他说你看 我离婚那么久了 我现在能够原谅我的前妻 可是我没办法原谅 我前妻的妈妈 因为前妻的妈妈呢 总是很 追踪的很紧 刷的很紧 那台湾女性啊 没有冒犯啊 这是很紧的 包括我太太跟她女儿也是 是 我也是 他们一般说儿媳妇跟公公 我觉得我是历史上 没有一个女朋友的妈喜欢我的 为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流氓 还是什么 所以这应该检讨是你不是妈妈吧 你看如果这么多的 这个准岳母都没有喜欢我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准岳母一般来说 眼光都非常的差 因为他们完全 不能认出我内心的这个真金呢 看表面 可是妈妈越人无数啊 总是知道 怎么叫越人无数 像你做什么行业 怎么为什么妈越人无数呢 毕竟妈妈吃过的 什么盐比我吃过的饭多 是吧 所以呢 总是这个年龄上 还会知道这个男生 到底对我真不真诚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确实让我现在感觉到 女孩在 总一开始是跟父母住的 那么将来就是要嫁出去的 在这个之间呢 我发现有些女孩很惨 她不得不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实际她心里都渴望着 像你这样自个在香港工作 虽然你妈妈可以看看Skype 但是你毕竟没跟他们 对 住一起 这就很幸运 但是有些女孩子没有办法 她只能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是不是这是个实际特烦的事 我要承认一件事 我自从搬来香港 跟我妈感情就是加分 就是变好了 因为我以前就真的是跟妈妈 爸爸妈妈住 而且我是从小到 二十六七岁都是这样子 就是就一直住在家里 那那就烦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你回家做些什么事 你一般来的一般天 怎么规划时间 哇这妈妈她不是故意的 但你就是这么亲密的人 她看到你什么时候出门 你穿什么衣服出去 她都得多问个一两句 那就难免会有矛盾 所以我倒是觉得 人长大以后真的必须 君子这叫淡如水 是有意义的 当然不要到水 但是必须要有距离 我觉得是 没错 你包括你晚回家 是吧 这妈妈在你屋里坐着等你 和在台湾问一下 这还差这意思 是吧 别说什么小孩 连夫妻有研究调查 说分访睡的夫妻 感情比较好吧 绝对的 沟通更好 小别盛新婚 好吗